大家好 今天分享炎莲科的散文 一条找不到家的土著狗 有一次和家人一块去巴达岭 回来到沙河那儿 看到一只狗在封闭的高速公路上 逆行着风跑和寻找 我们担心它最终会和某辆车撞在一块 几经周折 用食品和水换取了狗的信任 并把它带回了家 它是一只黑白相间的花工狗 土著有四十厘米高 从它的体态 胖瘦和对人的信任来看 可以肯定它不是一条流浪狗 流浪狗的目光都是警觉而又祈求的 而它在吃了蛋糕喝了水后 那目光中的警觉很快就消失了 只剩下一些焦虑和不安 由此可以判断 它是一只有家有亲人的狗 把它放在我家院落里 它除了身处陌生环境的不安外 没有了在高速公路上 对汽车与死亡的焦虑和紧张 看到我们一家人时 总是摇着尾巴舔大家的手 看到有同类被人牵着 在院子里溜达时 它会发出嗜好和想要的叫声 狗对家是有超强记忆能力的 几年前报纸上曾登过一则消息说 有一个人用汽车把一只狗 从北京拉到几百公里外的唐山 结果那狗过了二十多天 又从唐山跑回了北京家里 由此我推测 土著花狗眼神中的不安和陌生 其实是对主人的思念和怀想 果然在我的观察中 这只土花狗每天半夜 都在喝完半盆水后离开我家 走出院子不知去哪里 天亮前它又精疲力竭地回来 我在我家院里一脸失落 就这样 半个月后的一天早上 我起床出门 发现它没有如往日那样 疲惫地握在石盆边上 直到中午晚上 它都没有回来 从那以后 每天早上 一家人无论谁先起床 都要首先开门看看 院里的那棵春树下 是否握着一只土生土长的大花狗 随着时间的昼走夜来 我们对于花狗的记忆 渐渐淡薄了 事情的戏剧性变化 是在一个多月后 秋天到来时 有一天下午 我正在院里摘豆角 忽然听到栅树外 有汪汪的狗叫声 抬起头 看见那只花狗 站起来 把它的前爪搭在门上 目光中的热切 像寒夜中的两把火 在那狗的身后 是它的主人 一个六十多岁 秃了顶的大兴农民 怀里抱着两个巨大的西瓜 累得满脸是汗 喂 是你收留过我们家的花花吧 老人大声地问着我 把那两个西瓜 放在低矮的栅栏外 老人把这只狗从小养到大 两个月前 狗出门去追一只发情的野狗 追着追着就跑丢了 半个月后 有天早上一起床 门一开 它却又突然回来了 老人今天到世界公园这边卖西瓜 卖着卖着 就见花狗不停地要往这个院子跑 跑到院子门口 重又回到他的刮车旁 回到刮车旁 又心神不宁地朝着院子跑 有几次还咬着他的裤腿 朝院子门口这边拉 弄得他生意都没法畅畅快快地做 最后 他忽然想起 他失踪半个月的事 估摸 这院里有人曾在那半个月里收留过他 就跟着花狗到了我家 花狗和他的主人离开我家时 夕阳夕下 院子里一片铜红温暖的光 好 刚才分享了严连科的散文 一条找不到家的土著狗 感谢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